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市場回顧環節 關於BP又有新消息出來 今日,亞聯有官員出來表示 英國石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Tony Hayward 已經今日抵達了阿布札比 按照餘定計劃,他將會訪問他的貿易夥伴 並會會見潛在的投資者 據知情人士透露 Tony Hayward和阿布札比王柱的麥康麥德 他將會進行會面 可能將會向盛產石油的油獎國 出售一成的股份 雖然BP方面未有公佈任何會談的細節 但BP的股價繼續受到市場行事追捧 但今天又再升4個百分點 我不想你誤會 BP不會這個時候發行股票 因為股價跌了這麼多 然後現在發行股票是 Dilution, dilute得很交關 當然BP有另一種方法 可以發行股票是怎樣呢 可以發行一些 譬如說convertible debenture 即是債券 這個債券可以隔五年十年之後 可以換到股票上 或者阿布札比可以出市場買股票 這樣爭取股票的股價 如果我個人的可能性是第一個可能性最高的 第二個可能是出去市場買的 可能現在的人會想他會這樣做 所以你看得到BP的股價今天上升 我個人對BP的看法是怎樣 我不知道他將來要賠多少錢 但我覺得在未來一個月內 你不會多於一個半月 因為他的鑽油那裏 在樓油那裏應該受控制 因為他的第一個油井 鑽到一萬七千呎 即滑天大概幾千呎 就能打到那個油井 另外第二個鑽油去到一萬三千呎 然後滑天在兩個半月時間 這個就會under control這個樓油的事件 我之前跟大家講到 到下年六月七月的時候 沒有人再提這件事 我相信跟之前我們的結論一樣 之前BP的出來宣布不會再發行新股 當時陳都說千萬不要貪便宜 或者受到這些消息追捧 麻木衝入去買BP的股票 寧願BP的債券或者還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我相信你現在這個看法仍然 valid 我仍然沒有說 沒錯 因為你買股票不知道他何時開始 派息 但如果你買債券 最低限度他有個股息派 如果那隻股票是沒有事發 彈上去 那債券的利息都會降低 它降低不就是你在債券可以賺到錢 作為關注亞洲方面的消息 中國農業銀行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公佈確定他們的A股和H股發行價 A股的最終發行價為2.68人民幣一股 和之前網上的申購價一致 而H股就是3.2港元一股 略為高於中值 據測試算 如果不行使超額配售權 這次IPO 在A股市場 融資高達595億元 H股也可以融資813億港元 合計來說 用美元來計算 即是可以規模高達192億美元 不過還是比起工商銀行 稍為低一點 其實可能都會高於工商銀行 我解釋怎樣解釋 首先我給大家一個背景 因為去年中國大方便要銀行 借了1萬4千億給借貸出來 如果借了1萬4千億 這個美元來計算 借這麼多錢出來 銀行要有相當的資金 譬如你用25對1的ratio 或30對1的ratio 即是銀行怎樣都要籌 五千至七千億才夠 所以為何今次的中國銀行 雙雙要出去市場籌錢 龍行今次籌錢 其實他開始想籌 30個billion 3千億 但因為他最近幾個月 股票市場籌不到 如果他之前入法郎 股票價 最多籌到192億 他為了面子問題 他不想衰過ICBC工商銀行 所以他今次將issue 可能提高15% 加大15% 變成他有220億出街 昨晚就price了 上海的2.68 即是大約4元美金一股 香港那個是在7月15日才出街 我覺得這個三回營錢 可能會比較早一點 因為可能他會有subject to變 我昨晚看新闻的時候 我就知道渣打銀行 都贊成買了500個million 即是5億元 這個issue 即是你看到外面 他就要很support這個issue 記住做完這個deal之後 ICBC也出來要集資 這個工商工商 他就要帶到籌別 中7-10個billion 即是70-100億左右 你打算未來這一年之後 將銀行加起來 會籌50-70個billion的新錢 Dansom想起一個問題 就是不少人認為新興國家 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投資市場 麻木就去買 但其實不要忘記 當那麼多的不少企業銀行 出來發行新股的時候 其實已經將整個市場打率 亦都說代表他們的升力 已經減少了很多 你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是新興國家 好像中國 高得點好 你留意最近這半年 中國上海市場表現如何 如果你買了市場 你蝕到你貪貪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再一次多謝Neson 上來再會我們的嘉賓 明晚還會有我和Neson 為你分析更多的財經新聞 明晚晚上股金鐘 我們7點鐘再和大家見面 再會 成功